大家好,我是老王 正气决定人体的五个能力 防御能力、抗协能力、调解能力、适应能力和修复能力 很多人以为浮阳就能补充正气 因为这个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 因为气、血、阴阳的亏虚都会导致我们正气不足 所以要先辩证再补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对阴阳气血的不足都有补移作用的导引术 叫补虚导引术排山推长式 动作不难,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做 两腿并拢 头正紧直 左脚开步 略宽于肩 两腿伸直 然后两臂向左右摆起 向前环抱,捧鱼腹前 手向上提 吸气 落肘 夹肋 呼气 烧停 吸气斩肩 呼气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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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膝 向左转头 略停 头转正 手伸平 收回 吸气 斩肩 呼气 手推出 向右 向右 转头 转正 转正 收回 两手下岸 下鱼腹前 吸气 两臂侧起 呼气 呼气 下岸 左脚收回 这个动作就做完了 有好多人觉得 我这个动作做得很慢 其实这个动作有四个要领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动作幅度要大 要把我们身体展开 第二个要领就一定要慢 第三个要领就是停 就是到哪该停 就要停一会 第四个要领就是要观 就是观察这个动作 对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动作每天做个六到十次 差不多也就是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该动作由唐末送出的陈团老祖编创 陈团老祖号陈锡仪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如师盗祖 也被称之为睡仙 史书记载了他活了118岁 是个长寿老人 那为什么这个排山推长式 他能够帮助我们补这个气血阴阳的虚呢 我们在练习这个排山推长式动作的时候 首先我们这些动作都要配合呼吸的 我们在向上和展开的动作上时都是吸气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从外界吸入的气和我们腹部的这个元气呢 都汇聚于胸中啊 进行气和气之间的一些滋养和交换 然后呼气的时候呢 把这个得到滋养以后的气呢 再下沉 下沉到我们腹部丹田气海这个区域啊 通过呼气来养气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补气养气的方式 气和阳呢 它存在的共同的特征啊 气的这种运动 通过我们肢体向上的运动 还有上肢伸展的运动 让我们的阳气有一种生发的力量 可以说既能补气又能补羊 那么如何补阴呢 我们的手呢 在向前推长的时候呢 指尖呢 要往回勾 掌根呢 要往远处推 这个动作呢 拉伸了我们手臂一面的手三阴经啊 手太阴肺经 手绝阴心包经和手少阴心经 并且锻炼和养护 他们所对应的脏腑 那么在这个过程呢 为什么又讲到可以补血呢 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氧气的过程也是在增加和增强 血液循环运行的过程 血液运行的能力增强了 能够打通我们身体 本来的一些淤堵啊 是全身畅通 有更多的气血 能够参与到我们 整体的运行当中啊 一些本来的 淤堵住的一些血液啊 它又参与到这个血液循环当中来啊 另外呢 通过这样的一些动作练习啊 把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改善了 它能够带给我们 全面的气血阴阳的补异效果 所以说 这个动作好处多多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朋友 可以点赞关注并且转发啊 学会了 也可以在评论区打扰 学会了 告诉我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反馈了 我是老王 我们下期见